来看一个最新消息 云林县陡南镇一位71岁的林姓农夫 他今天清晨到嘉南大郡旁农田去翻土耕作 驾驶农用车 疑似在倒车的时候不慎翻入一旁的郡沟而溺毙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宇柔 好的 主观中通话面可以看到呢 锦销人员是发现老翁的时候 是发现老翁是被车子压住在水里面的 已经溺毙多时的 不过锦销人员是还是赶紧的将落水的老农呢 拉上一层楼高的岸上 我们来听一下锦销人员的说法 一部农用的搬运车翻落嘉南大郡 那因为现场水流很湍急 我们救人员就请调来 调车以后先下去搜寻 发现是这个老农他本身被压在搬运车底下 好的 可以看到呢 调车也赶紧的把落水的农用车调上岸来 根据警方初步的了解呢 死者儿子是说 今年早上大概七点多的时候呢 父亲曾经和长辈通过电话 不过呢 之后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 那么呢 死者的儿子还是一路找到了花生田 在八点多的时候 发现爸爸的车在湍急的水里面 赶快报警 警销人员是研判 死者可能是在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压到了土堤边 所以呢 连人带车的翻落到水均里面 下水搜寻才发现 老农已经被车子压住 溺笔多时 以上是母亲向长 今天请先将镜子转换给彭丽主播 好 我们看到这个71岁的老农啊 那么在农田耕作 结果倒车翻覆不信力地 然后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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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